英雄大師 再來英雄大師說 現在大家通在氾濫中 當為一切人收解除患難之法 唯有改過千善敦賭倫場 自誠懇切趁念觀音名號 唯一無二之妙法 無論水火刀兵等危險 己冤涅病依不能了者 唐肯依上所說 決定會弘凶化疾 再偽而安 己冤涅消滅不要而欲矣 這個是 這個是 英雄大師文昭絮編見上 護念佛機事書 英雄大師說 大家在患難之中 應該要一切人 一切眾生 一切大眾 解除患難的方法 你要跟他們講 怎麼解除這個患難的方法 唯有要改過千善 要敦倫敬混 敦賭倫場 要自誠懇切趁念觀音菩薩名號 唯一無二的妙法 不論你遇到水災火災 戰爭就是刀兵節 或者開刀 開刀也是刀兵節等危險 或者有淹裂病 你淹金寨主來找你 你有這個淹裂病 醫生不能治療 如果你肯醫上面所說的 決定會逢胸發脊 有危險但是平安 而且淹裂可以消滅 不要而已 這到底是真的嗎 我講個個案給你們聽 我們台北市有一位大居士 叫詹麗坤大居士 在我們台北市北區 佛教界很有名 他是我們台灣桃園 中立元光佛學院的副法總會長 以前早期元光佛學院 也每年都辦再生大會 都是幾千個生人在那邊接受供養 每年的企業歡喜夜 閻光佛學院也都會辦再生大會 都是好幾千人 那麼這位副法總會長 詹姬是我的好朋友 他非常熱心 而且對三寶非常恭敬 很父子三寶 他是做貿易的 他生了兩個女 那麼二女非常的乖巧貼心 因為他是做外國貿易 美國跟日本的 所以他這個第二個女 都幫他分憂分擾 幫他處理 美國跟日本貿易的事物 那大女就比較沒有 那麼有一天啊 然後張基士呢 他就到金門 他每年都會去金門 做八二三 八二三炮戰 因為八二三炮戰呢 國共在金門呢 共產黨是要攻打金門 當時老蔣呢 派蔣經國去作證 共金呢 理共不下 共不下來 當然死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這位 詹易坤基士很慈悲 他為了兩岸和平呢 就邀請兩岸 還有金門這些佛教界人士 跟居士在金門 舉行每年一連一次的 八二三炮戰 超渡這些亡魂的 超渡法會 大概是做水陸法會 現在還是要繼續做 張基士帶領台灣的這些法師啊 副法道 金門做這個八二三超渡法會 做完以後回來台灣 回到他 桃園的家 他二女喔 得到猛暴性的乾臉 送靈果長坑一人急救 第二天就死掉了 當時死掉的時候呢 我跟另外一位 靈果密基士就很擔心 我們就擔心說 詹基士對三寶會不會失去信心 因為他為佛做這麼多事情 他也摘生共生 超渡亡魂 富足三寶 怎麼會造出這個惡爛呢 這麼危急的惡爛呢 他那奧兒女喔死掉了 他最貼心最疼愛的女喔 就這樣死掉了 他能不能經濟這樣的打擊呢 就是這裡講的 你在泛濫之中 你要跟他解說泛濫的方法 怎麼解除 改構千善 敦賭倫常 要自誠肯切啊 再來練這一季冠心菩薩聖號 那麼當時呢 在盧桌的時候 靈果密基士的聯品戀國會 即行在家五屆菩薩界界會 我當副法 德界大和尚 道海律師 國親律師 跟中心律師呢 負責這個節目跟教授和尚 那德界大和尚是道海律師 這三次都到 我也 在那邊做接待的工作 因為我扶持他們這個界會 大概呢 也扶持了 四十幾萬 扶持這個界會 因為他們當時這個界會有困難 那麼當時 這位詹麗坤居士呢 他的夫人呢 有到現場來 我就問他一句話 因為詹麗坤居士 就是後來他扶死掉以後 他因為太勞累了太忙碌了 就得了一種利過性病毒 我們台灣的民俗的說法叫做非蛇症 就他利過性病毒在這個地方長起來像一條蛇一樣 他會腫起來 那個利過性病毒是非常難治療的 非常危險的 他是一種感染的病毒 有些人會生在腰部 有些人會生在胸前 背後 那 詹麗坤居士是生長在這個地方 是長在這個 耳朵後面這個地方 靠近眼睛這個地方 叫利過性病毒 台灣屬成非蛇 非常危險 詹麗坤居士 當時兩個眼睛都快下掉 因為他整個病毒感染到這個 眼睛旁邊的 桌邊的這個神經系統 所以兩個眼睛都張不開 有一個比較嚴重 右邊這個比較嚴重的樣子 那麼當時台大醫院幾個醫生會診 認為這個開刀非常危險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神經系統一開刀 動到 有個會傷到 整個這裡面的神經系統 那麼當時在聚會的時候 我就跟他的夫人講說 你們有沒有去傷害過蛇 也就是說 他的女友要死掉前 有沒有什麼症兆 他說有 他說他們家住在陶衛那個地方 他跟他母親住在一起 就是 詹麒士跟他的夜母住在一起 好像是他夜母還是婆婆 還是他母親 住在一起 那麼當時 在他夜母的房間 詹麒士的夫人做一個夢 夢見一條大蛇進來他的母親房間 那我當時就問 詹麒士夫人說 你當時在夢中的直結反應是什麼 他說我在夢中夢見那條大蛇進來的時候 我就拿一個棍子把它打了 就跑掉了 我說那跟這條蛇有關係 後來真跑到一條蛇進來 真蛇進來 又跑到他母親的房間 我說後來怎麼處理呢 他說叫校長隊抓走了 他抓走不曉得自己放生 還是被宰了就不知道了 我跟他講 你一定要幫這條蛇立牌 跟他有關 而且要懺悔 就這裡講要改過千善 雖然他做很多善事 但是燕青在祖現前就是淹內病 印祖說淹內病 醫不能了 醫不能了就是沒辦法治好 像這樣開刀很危險 叫醫不能了 醫生也沒把握 他說開刀有可能會失眠 兩個眼睛會下掉 當時我告訴他 他回去有跟詹麒士講 詹麒士在病房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決定要不要動手術 最後九三寶加持 練關心菩薩聖號 詹麒士後來跟我講 他口袋裡面剛好有一個卡片 是我們台北市萬法隆三世的 關心菩薩的那個經卡 就關心菩薩聖像的經卡 他當時兩個眼睛都快下掉的時候 他就一直練南謀關心菩薩 南謀關心菩薩 南謀關心菩薩 練到後來本來都是一片漆黑 最後他見到右邊一片光明 這樣閃閃花光 這樣現出來 突然現出來就是 關心菩薩的聖像 就是萬法隆三世 那一尊關心菩薩的聖像 就是他口袋那個卡片 那個經卡 經過三寶給他加持 很多法師 很多法師為他祈福 因為他幫助過太多法師了 所以很多法師知道 讓詹菩薩有危險 全部為他 立消災排位 立超度往生排位 超度他的煙心在主 希望三寶來畫給他們這個煙液 最後化解了 後來鄰居室嫁女兒 在婚禮上 我見到詹菩師了 他完全兩個眼睛恢復正常 也不用開刀了 那個病毒自然就消失了 為什麼消失 煙心在主化解了 他離開了 病就好 所以他是在最危險的時候 練關心菩薩聖像 萬法龍三世 觀心菩薩來救度他 就是這裡講的 英國大師說 逢凶化解 再為而安 己冤業消滅 不要而易以 是最佳證明 我講的這個功能 是最佳證明 你相不相信 你相信就感應到教 英國大師剛剛不是說嗎 大者大應 小者小應 小者小應